大联盟球星昨天抵达了台湾之后呢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 今天一早呢已经开始有人闲不住 到处去逛一逛了 我们独家发现了 王健民前队友卡诺的阵仗最大 一出门旁边三个保镖在保护 经过一晚休息 大联盟球星们似乎精神不错 一早大伙陆续到餐厅吃早餐 Rivison Cano早上坐车出门 不愧是年薪千万美金的明星球员 走到哪 旁边随时跟着三个贴身随护 就怕发生意外 顶着爆炸头的Sandervor 果然不愧有功夫熊猫的绰号 手舞足道 看起来心情不错 球迷签名要求来者不拒 跟同伴拿着地图 外出走走 等不及逛台北市的不止Sandervor 天使队游击手Ivar 也跟着好友走在新义区街上 而林哲轩的队友 红花队强打新秀Reddick 也跟着女伴坐小房出游 平常只能在球场上看到的大联盟球星 脱下球衣亲切程度百分百 不过这些加起来数十亿台币薪水的明星球员 穿休闲服在台北街头逛街的画面 真的难得一见 本新闻李东益摸鱼 台北报道 不用了